等了一个多月 新北板桥幼儿园卫药移云 采集36名幼童毛发送验后 结果终于出炉 新北检强调板桥幼儿园 36名孩童体内 都没剪出巴比拖等药物反应 也让侯友宜剪到枪火力全开 政治人物不断的抹黑造 制造了社会的对立跟冲突 侯友宜跟侯伴接连炮轰打 民进党政治操作 但回头看看事件的爆发当下 侯友宜曾经两度局空还这么说 激心叵测了老师 我们的孩子们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 侯友宜不止公开抨击幼教师 新北市府还针对幼儿园肺照 并开罚15万元 家长质疑这不代表 是否也认定幼儿园有不当作为 家长不接受未检出结果 质疑整件调查拖太久 因为5月14号向派出所报案 隔天教育局启动调查没下文 直到18号检调发动第一波搜索 6月5号卫生局才出手进行全员检验 整个处理过程 新北市府挨轰行政延荡慢半拍 从家长5月14号班 5月15 为什么他们要去到援所说去督查 可是什么都没有带走 尽管幼儿园发声明强调 绝无不法喂药 针对恶意抹黑栽赃 保留法律追溯权 但家长成立的受害者联盟 大头贴转黑 毕竟拖了一个半月的调查 还是存在诸多疑点 参见园园松城听入 SN小组新北参用报道